幻海航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 科幻巨著《谁毁了我们的月亮》 作者保罗·麦考利 选自美国最佳科幻小说《年度选》 我们的月亮被毁了 在刚刚踏入的3050年 这件事已被吹捧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惊人的一件大事 被很多网站、杂志、电影疯狂一测 而我今天之所以要站出来说话 是因为他们对该事件所有的叙述评论都歪曲了事实 因为我本人就是整件事情的参与者之一 当时月球上还是个工作的好地方 基本上全由研究人员管理 那时进驻月球的人口一直保持在2000人上下 麦克和我都属于综合工程部 随时待命为别人提供帮助 那时我们两人合作无间通常都待在一起 我们的足迹几乎遍及月球上每一个角落 事件的起源是一次对EI位核聚变设备进行的例行检测 检测到一半的时候 所有系统的警铃突然一起冥想 负责控制的人工智能立即关闭了全部的设备 但没有任何明显可见的故障 机器人找不到任何物理损害的迹象 可密封核辐射监测系统的警铃就是响个不停 而且对实验数据的分析表明 聚变脉冲发生后产生了一股大的惊人的能量波动 所有研究人员派麦克和我到月球上面仔细检查一番 经过检查 核聚变实验室看起来毫无损坏的迹象 这里布满了激光脉冲装置和平行排列的管道 一排排激光管道最终在反映式汇聚 对于这种实验 密封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被高频脉冲增益器加温至100亿摄氏度的高能磁力环 在激光射击目标的周围产生立场 我们检查了监视器里的数据分析 结果只是地底有几个探测器停止了工作 麦克在爬进地底实验室时就找到了问题所在 有几条电缆 不知是什么 在上面射穿了一个孔 而且地板上也有一个特别深的洞 浇灌进地基的混凝土层足有三米厚 它连地基都打穿了 这时上面的人突然命令我们 你们两个快出来 下面的事由我们接手 回去的路上 麦克告诉我 我想 有些东西逃云 或许是有一两束激光能量偏离了轨迹 可没有龙化的痕迹 麦克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欲言又止 我们离开了伊爱卫 放了几天假 我们在月球其他地方找了份短期工 但是麦克不肯跟我一样签下合约 他没告诉我具体原因 只是说和伊爱卫的事情有关 当我们再返回实验室后 发现 核实验室到处是研究人员 而反应是 已被机器人拆除 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监测装置 辐射计输器 重力测量仪 和中微子探测器 他们在地板上 挖了一个与那个小洞平行 深达500米的竖井 然后把探测器运动传感器和成像仪 运送到井底 麦克再次提起 在签订新合同不是个好主意时 我向他提出了揭晓谜底的要求 麦克说 在建造任何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 你还没猜到吗 那是个微型黑洞 黑洞 我有些惊讶 麦克的猜测是这样的 实验的失误 引起了一次失控的量子波动 从而创造出一个黑洞 黑洞的尺寸 必定大于普朗克常数 还很可能 比一个氢原子略大一点 因为很显然 它轻易就能吞噬其他的原子 它的质量 是10的23次方千克 就像珠穆朗玛峰那么重 此力程 当然没办法承受这样的重量 于是 它调出反应室 击穿了实验室的地基 而且黑洞在潮汐力的帮助下 分解了距离其世界外 很远的物质 并吞噬一部分物质 这就是 尽管它的温度非常高 房间里 却没有任何融化的痕迹的原因 我反问道 问题是 黑洞现在在哪 麦克向我解释 黑洞的产生来自于量子波动 就像宇宙的产生过程一般 同样都始于虚无 而这个黑洞贯穿了月球 它将从月球南部的某处穿出 而后 它会在月球内部来回运动 每一次往返都会增加质量 减小来回运动的振幅 到最后 它会停在月球的重心 这就是麦克不想签这次合同的原因 他告诉我 很显然 整个月球都不安全了 结果 是麦克说对了 地球委员会发表了紧急声明 承认高能核实验出了差错 让一个黑洞钻进了月球内部 需要一支国际工作队去监察 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随后 我们加入了一个地震观察队 等再回到基地时 EI位实验室已被彻底拆除 人们在其原址上建立了一个监测站 尝试追踪黑洞的运动周期 有人把这个工程命名为 门杰列夫X-1 麦克和以前一样 他获得了一些原始数据 自己着手计算 黑洞在月球里运动的速率和轨迹 他最近计算出最精确的结果是 月球的寿命短则200天 最长也不过5000天 而后 我们从月震减波以往路上 得到了规则的诊波 由于一个巨大的质量体 在里面来回运动 月球坚固的铁核心像钟一样叮当作响 当然 我们还录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一些平稳的回音波 好像地漫出现了空隙 因为压力应该会填满任何的空隙 一星期后 我们就感觉到了第一次月震 一座三百万年前 由小陨石撞击而成的古老的环形山 开始凹陷 一些形状不规则的巨术四处飞溅 就在这时 我看到了气体喷柱 这股气体喷柱非常朦胧 只是因为它把尘土吹上空中 所以才被我们发现 气体喷柱在月球上并不常见 一般有散发的冬气 以及其他裂变衰退期 不稳定的同位素 因超压泄露出岩石缝隙而形成 地球上的天文学家 通常只能偶尔瞥见这些气体喷柱 因为它们并不明显 我突然灵机一动 向迈克问道 那个黑洞的温度有多高 黑洞越小 它的辐射就越强 这是简单的反比关系 在形成初时 它的温度非常高 但随着吸收物质而逐渐冷却 是不是仍热的足以融化岩石 此时 迈克完全清醒过来了 他认为黑洞一定比我当初所想的 要大得多 总之 任何离它的距离近到可被它融化的物质 已经掉入了黑洞世界 所以 当它从反应室里逃逸时 没有留下任何融化或烧焦的痕迹 不过 在物质朝它的重力井涌入时 摩擦会产生热量 那么 它正在融化月球的内核 那些异常的诊播信号 代表充满岩浆的巨大窟洞 迈克心事重重 他知道 当铁内核被液化并开始流动时 他肯定 我们很快就会录到一个微弱的磁场 当然 那已经离终结 不远了 在接下来最强烈的一次月阵中 门杰列夫环形山的整个山口底部 裂成了碎片 岩浆从碎石之间的沟壑里喷涌而出 最后形成一片新的月海 月球还出现了其他类型的地质活动 产生了强度略小的震动和大面积的岩崩 月球不安地颤抖摇摆 似乎刚从长眠中苏醒过来 是离开的时候了 爆发越来越频繁 甚至各个站点的骨干成员都撤离了 只留下一批机器人观测员 监视着大灾难的一举移动 迈克和我登上最后一艘飞船 当飞船在返回地球前 做了一次绕越低轨飞行时 所有人都挤到了弦窗旁 门杰列夫X-1灾难发生六个月后 黑洞的成长和潮汐力产生的热量 融化了月球铁河 月曼里的玄武岩膨胀融合在一起 风暴扬 东方盆地 智慧海 如勒凡尔纳环形山和嘉嘉林环形山 都被岩浆吞没 这种强烈的地质活动 持续了超过两个月 当大线将至 月球的表面 分裂成一块块短命的石块 浮在已完全融化了的月鞘上 一道道溢满岩浆的裂缝 不断张开 有闭合 再顺着闭合的边缘 再次展开 处于地球南半球的人 疯狂地寻求庇护所 因为在月球毁灭之时 它将位于太平洋的上空 那些不走运 或是冥完不化的人 看到了最后一次月初 半满运 黑暗的半边充满了炽热的裂缝 当黑洞吸收的物质 呈指数级增长时 那些裂缝也随之延长 扩大 接着空中出现一道无比灿烂的闪光 比一千个太阳还亮 那些没有瞎掉的目击者 看到月亮消失不见 只留下一团不断扩散的发光气体 围绕着一个慢慢陷入黑洞世界边缘的 模糊的影像 当那些喷发物质被卷入黑洞时 天空中出现了一个体积不断扩大的圆盘 这个黑洞 尽管质量和被它吞噬的月球一样大 但它世界的周长 却连一毫米也不到 地球的大气层吸收了绝大多数的辐射脉冲 空间站的轨道早就做出改变 当时 我正在空间站上面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 都忙着修复人造卫星 它们的电路全被烧坏了 当然 地球上依然有潮汐 因为同等质量的物体 仍然环绕着地球 那些依据月亮相位 同步繁殖的海洋生物 例如马蹄蟹 珊瑚虫和鸡沙蚕等 则面临着灭绝的威胁 但是 依向由各个国家合作的太空工程 发射了一面太空镜 向地球反射和以前的月球反射的 同样强度的太阳光 甚至连围绕地球的周期 也和以前的月球相同 但在五十亿年后 地球将会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 黑洞一直在散发辐射 消耗质量 它将慢慢缩小 最终会无可避免地 开始逃逸蒸发 不过 远未到那一刻 太阳 就会演变成一颗白矮星 逐渐变弱而熄灭 甚至它最纯的质子 也将完全衰变 在一个冷却 无限扩大的宇宙里 这个黑洞 将成为太阳系中 最后的残余物 对于这个黑洞 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 作为最后的垃圾处理厂 或把它改造成一个 星际信号仪 因为如果能使它在轨道上 来回振动 方法可能是将 另一个黑洞 放置在它周围 它将会产生高密度 波幅极为巨大的重力波 但后来的事情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 麦克在一个黑洞 世界外的空间站上工作 我通过电子邮件 和它保持联系 随着它越来越沉浸 在自己的世界里 回信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至于我呢 我正准备远航 空间计划调整了目标 由于黑洞保留了 月球的转动能 因此它就像一把弹弓 给我们免费 提供了加速的动力 不管怎么说 太阳系里 还有许许多多的卫星 而且大多数 都比我们失去的那颗 更加诱人 对于是